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 他不再去找出定律 因为他不再相信有定律 或者说你从达尔文的演化论你就知道 演化没有定律 所以有人推测说 以后的人类因为每天 看电脑的关系都会变大眼睛 眼睛特大 才看得到电脑 然后头越来越大都不动 那个身材会扭曲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好像每个人都有标准 标准身材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从很长眼的角度来看 没有啊 从长眼的角度 人是从会爬然后变脚 我们的手是脚变出来的 脚变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严格讲起来 你只要把时间一拉长的话 你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的标准 这是实用主义 所以实用主义 他不相信有客观标准 也不相信有大自然律 没有什么律的 都是在个别情境 你要去把所有的假设 你要用各种假设去试 各种假设去试 然后试出来呢 你认为有效 这个有效性呢 你不能够推论说永远有效 这个有效性呢 可能都是个别的 你在不同的情境 要不同的在试 所以实用主义他对真理的看法呢 可以说是说不好的一点是在骗人 在骗人嘛 因为刚才像骗小孩子一样 他是在骗人 他不会他认为任何一个说法 我们只要看他对我有没有用 他能不能works 他不是像唯实主义说我要去证明 有没有真实的存在跟他呼应 他只是说这个说法对我也没有用 就是说像天罗尼 我要加一个爱情故事 我可以增加多少票房 对不对 然后我用特效 我可以增加多少东西 他根本不去管真实以活 他不是在像唯实主义啊 去看真实的存在才算数 他现在是要操弄的 他今天任何一个事情呢 我认为只要带来好的效果 他是以这一个说法 works这里之后 他是强调效果 任何一个事情要有好的效果 那我就认为说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就像你带小孩子一直哭啊 一直哭闹 你没有办法把它弄停 那你可能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我想这个在各位 你们读过的问题解决法啦 那些都是属于实用主义 属于实用主义 所以你可以 我要了解实用主义的话 你必须从一个非常 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他所谓的真假呢 已经不是在所谓的真实存在 他所谓的真假呢 是能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 就是任何一个说法 能不能帮你带来良好的效果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认为应该是有意义了 不叫做真 他认为这个说法呢 就有意义 包括上帝 他们也是这么认定 上帝是我存在 他们也是这么认定 OK 那看一下 各位 有关这个说法 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不过演化论你一定要记起来 就是说实用主义 他的整个想法受到达尔的演化论 非常深厚的影响 所以他整个思考方式呢 就跟演化论一样 任何一个动植物的特征 是要能够帮他呢 能够生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课本好了 课本 83月 83月这里 有一些背景 不过我们直接看 看后面一点 88月 88月有三个名称 实用主义呢 除了叫做实用主义之外 他另外又叫做工具主义 又叫做实验主义 好 这三个名称 各位要记起来 就是说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主义 虽然不同的哲学家 他们在用这些名词的时候 有不完全相同的界定 不过我想各位 我们不是在研究教育时 你们只要把它当做说 这三个名称 都是在指涉一个 类似的说法就可以了 好 那实用主义 你要解释实用主义 就是刚刚那一句话 What works is true 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解释 什么是实用主义 那工具主义呢 是杜威用的 事实上杜威啊 他比较喜欢用工具主义 你如果去看他的研究啊 他用工具主义 他不太 他不太用所谓实验主义 或者是实用主义 他自己喜欢用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呢 如果从刚刚的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 知识只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 再讲一遍工具主义很简单 就是说呢 他认定知识本身不是目的 知识只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这样的意义 这样的意义 再来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有五个步骤 我想这是我们下一节 下一节再说好了 下一节再说 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下 实用主义呢 他对于知识的看法 除了刚刚的这个说法之外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他认为知识是为了解决问题 这有两派说法 一个是亚里斯多德 一个是杜威 或者是实用主义 亚里斯多德认为 为什么会产生知识 有没有人知道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行上 写的第一句就说了 人有好奇心 curiosity 他认为人有好奇心 所以会去追求知识 这样的说法 我们常常说什么 为了知识而知识 也就是说把追求知识 当做是目的的本身 这是亚里斯多德 非常传统的说法 当然这是在希道的情境 他们认为知识 本身有他的一个意义 但是呢 杜威就不是了 杜威认为 人之所以会去追求知识呢 是因为遇到了问题 遇到问题 碰到了问题呢 他才会去追求 所以呢 整个是要去解决问题 实际上这两个说法 都没有前对 也没有前错 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 他要追求了 永恒的知识的话 可能是真的 为知识而知识 但是实用主义说 人们追求知识呢 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这一个说法 可能可以解释 更多的现象 当然这个 跟到后面的复刻 可能有类似的观点 不过 这个等一下再说 我们准时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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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